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编蓝,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那么在这里呢,我要通报一件事情啊 这个事情呢,我个人感觉 它并不能够作为一个一笔带过的新闻 就这么翻过去了 而是从这件事情当中 我们应该吸取教训 而且要引起高度的警惕 什么事呢 就是56岁的著名职务学家张大斌遭遇重大交通事故逝世 那么澎湃新闻记者从中国农科院 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方面获悉 著名职务学家上海交通大学 这个蒋习教授张大斌同志 于23年6月22日遭遇重大交通事故 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 享年56岁 张大斌是上海交通大学 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蒋习教授 阿德莱德大学农业博士 兼职教授 诺丁汉大学农业教授 他还兼任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TC34-SA16工作组的专家 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等职 张大斌主要从事控制水稻 大脉发育生物学 新型杂交水稻育种基础研发 转基因生物安全检测等研究 他主持多项国家重大重点项目 而且在很多世界著名的发表论文的期刊上面 发表了300多篇论文 他引次数2万余次 他授权专利14项 制定国家ISO技术标准四项 制定国家标准二十余项 连续多年1617192021年 入围全球高背影学者 张大斌作为第一完成人或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 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或18年发展中国家科学院农业科学奖 19年入围亚洲前100名科学家 也就是说他是非常的 牛逼的在农业领域的一个顶级专家 而且是很多项目的牵头人 灵魂人物 那么我想说的一点是什么 这样的专家遭遇这个车祸 这个车祸我们不能作为一个普通车祸去对待 而是要去查一查幕后有没有什么黑手 因为大家要知道 现在中美处于新冷战 新冷战就是你死我活的全方位敌对状态 这个是要决出一个胜者的 在这个大背景之下 除了我们可以看到的军事对抗以外 在这是第一维度 第二维度就是谍报对抗 谍报那就是间谍 那就是特工 一个是掌握你的最新情报动向 同样的 有些特工执行一些特殊任务 绑架暗杀对方的一些重要目标 这些重要目标包括政策的制定者 包括首席科学家 重点工程的这些专家学者 包括掌握一定机密的 或者说担任国家要职的制定重大政策的一些官员 还有甚至就是一些国师 所以说像这样的人都会成为敌对势力的眼中钉 我们近些年来都熟知 伊朗的首席核物理学家 在德黑兰被以色列的摩萨德特工给干掉了 还有俄罗斯的战略界的学者杜金 他也被乌克兰特工给暗杀 喂随 但是炸死了他的女儿 包括有严重有非常牛逼的这种舆论影响力的这种著名记者 也会成为敌对势力的目标 比如说邓巴斯地区的一名著名的俄罗斯军事博主 真实的展现了俄乌战场的最新战况和真实情况 他也成为了美西方的严重钉六中刺 在圣别的保育家咖啡馆把它给做掉 包括那些在美国获得了一定的科研技术的一些学者 科学家不想再为美国卖命了 或者说学有所成要回到国内 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出一份力的时候 很多的这些专家学者突然之间从家里的楼梯上滚下来了 突然之间遭到了小黑的枪击 突然之间遭遇了车祸 突然之间自己自杀了 这些都是明显的美国CIA FBI干的一些脏火脏事 所以我想说中国国内 首要的目标就是这些科学家 这个是重点狙击对象 为什么 这些人 这些科学家 重点工程的首席专家 他们都是美国特务的重点 这个狙击目标 所以要知道为什么当时搞两弹一星 邓家仙要隐姓埋名那么多年 原因是什么 就是这个原因 为什么美国当年不肯放前学生 什么道理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说现在习近平非常重视农业 粮食安全 种子的安全 在这个大背景之下 中国要落实这个种子的安全 粮食的安全 不惜成立农馆 到农村去 监督农民用国产的这些种子 而避免像俄罗斯那样 这些农民被西方公司给收买以后 种的都是西方的种子 当今天俄乌战争开打 西方种业公司撤退的时候 俄罗斯 种不出来整齐划一的 这些经济作物 或者农作物 所以说今天习近平 一二三三强调 粮食要端在自己手上的时候 像这样的张大斌这样的教授 却出现了 遭遇了重大交通事故 这个里面 不禁发人深省啊 这个里面有没有什么文章 我觉得我们有必要 把它调查清楚 同样的国家要重点保护 这些科学家 尤其是重点项目的科学家 要给他们派武警的警卫 这个是很有必要的 派武警的警卫 而且也要让他们 非必要不外出 没有办法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因为大家都看到了 美国现在在中国国内 发展非常多的 境内敌对势力 境内敌对势力 是不是真实存在的 想必大家都看到了 白纸运动 那有老外在那边弄吗 没有啊 那 怎么会起来呢 就是中国现在 去半职民化 还不够彻底 很多人啊 都是伪奴 精神状态非常的糟糕 这些人就容易被利用 这些人对自己的 祖国的四个不自信 他们是道路不自信 理论不自信 制度不自信 是文化也不自信 这样的人就容易成为 美国敌对势力的 首选目标 或者有些人 他的道德标准比较低 用钱就可以收买了 所以说 很多在中国境内 有这样的人的存在 因为我说中美 都是玩无间道的 在美国政府当中 和民间当中 都有中国的代理人 同样的 美国在中国 也有他的代理人 我中有你 你中有我 这就是中美新能战 极其复杂的 一个大背景 所以说 通过张大斌这个事情 我觉得我们要保持警惕啊 我们中国现在的科研 是奋起直追 当年 据传马航上面 做的一些很多华为的专家 也有很多 芯片领域的一些 技术专家被做掉 马航到现在 都找不到 然后还有这一个 埃及航空上面 我们这个是有适世的 对吧 这个航空领域的专家 所以说 你中国的这些科学家 已经成为了美国首席暗杀目标 美国现在对你搞技术铁幕 它的目的是什么 中国在其他领域 都非常出色 我甚至认为在半导体领域 追美国也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而中国现在唯一搏落的 就是这个生物科学这一块 比如说像生物制药啊 种业啊 对吧 包括这些种株啊 种基啊 吃相关的 这个确确实啊 要比较的滞后啊 这个确实是需要我们去 突破的 所以在粮食安全上面 习近平如此重视 也那么重视粮食安全 就重视粮食安全 这些专家 这些专家就会成为美国的目标 当然这个 这个车祸 是否是个单纯的 还是不单纯的 我也不清楚 但是这个里面我们是要调查清楚的 啊 调查清楚的 如果说是真的是个普通车祸 那么我也想说 我们科学家的生命安全 这个他等级是要给他提升的 啊 等级是要给他提升的啊 对吧 回去的线路啊 路径啊 啊 有这个专门司机啊 警卫都要有 对吧 中国那么多武警 那么多兵 那么多维稳力量 随便抽掉抽掉 啊 那么多保安公司 随便抽掉抽掉 就可以去做这件事情了 不能让他们再挂空档了 啊 好吧 感谢各位收视频 我是老伯 来一下 喜欢点赞 谢谢 各位支持 谢谢